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你对这个盘势就没有深入的了解 深入的看法 导致于最后如果越做越错 那真的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来跟各位谈几个重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昨天的美股能够出现大涨 常常跟各位聊 从国际的指标来说 有两个你一定要常常看 最好每天看的指标 一个是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一个是美元指数 那这两个图形其实很明确的可以看得到 在昨天同步都出现了拉回 但是这种拉回 如果稍微呢 你后退两步来看看格局 其实它是属于一个涨多 涨多之后的拉回 几涨过后本来就会有一些波动嘛 那为什么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会不断的往上 那为什么美元指数会不断的往上 其实这里面当然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美元不断的升息 联子文汇的态度非常硬 有够硬 超级硬 因为它就是要用全力打通膨 那这个大前提其实目前是没有改变 到年底它还是要升息 所以在这边来看 或许呢 美国公债殖利率的短暂拉回 美元指数的短暂拉回 能够呢 让跌升的股市稍微喘一口气 休息一下 反弹一下 那从台股的盘面结构上面来说 我们这几天融资大减了超过百亿元 那每一次每一次波段重挫急跌后 其实往往呢 都会看到 融资断头导致维持率快速的下降 而这个融资维持率下降的意义就表示 指数距离短期的低点不远了 这么说也许很残酷 但它是事实 每一次的低点就是伴随在恐慌发生融资断头之后 好 那昨天呢 台股重挫了360点 融资维持率杀到剩下140% 基本上140%附近胜货是低于140% 其实就是代表呢 短期的低点 大概就在这个附近 但是不是中长期低点呢 当然你就不能只看融资维持率了 那这个会回到 刚刚我所讲的 还是要回到呢 美元美债的角度去做观察 那另外目前盘面的结构上面 短期均线的多空加速 这个比例我们昨天才跟大家追踪报告过 今天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那昨天因为又大跌了 所以呢 这个数字哦 非常惊人哦 空头排列的比率 达到了79.88% 而多头排列的比率 剩下不到3% 只有2.99% 那这个代表呢 目前其实个股 修正的压力 仍然是非常沉重的 不过 当然这个数字 是非常极端的表现的 比方说呢 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 各位如果看这条红色的线 也就是多头排列的加速比率 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 是不是也一度非常非常的低 那那个位置也是短期的指数低点 那当然这一次指数低点就在这附近 那当然接下来会不会呢 有强力的谈生 各位先不要呢 太早断定 也不要呢 一厢情愿 去安慰自己 催眠自己 因为呢 还是老话一句哦 美元跟美债的影响 很关键 除此之外 那我们回到台股的技术面上面 来跟各位剖析一下 反弹其实也可以分成 弱势的反弹 强势的反弹 大盘是这样子 个股也是这样子 那先来谈大盘好了 今天台股受到美股大涨的激励 跳空开高 但是呢 十点钟过后 卖压又涌现了 那甚至呢 一度是小幅度的翻黑 而且创下 13462的拖断新低 换句话说呢 在美股大涨的带动激励之下 其实 今天的台股 还创下了新低 虽然今天没有大跌 可是 这真的值得我们好好的 去检视 去思考 台股怎么了 台股真的 慢压这么重 信心这么弱吗 国安基金不是在场内吗 结果美股大涨 我们没有跟进 开高走高大涨 也就算了 开高走低 还再破昨天低点 台股怎么了 当然这个开放式的问题 以下大家可以自行作答 那节目时间有限 我今天不跟各位讨论这个 不过呢 欢迎大家在LINE里面 私讯 留言告诉我 你觉得台股怎么了 好 那我们回到呢 所谓的强弱势反弹 好 那最起码有一个定义 最起码的 今天的K棒 跟昨天的K棒做比较 第一 如果台股 今天高点能过昨天高 这个是最强的 第二 如果今天的高点 能过昨天的中价 一半的位置 这是第二强 第三 如果今天的高点 过不了昨天的一半中价 这个是倒数第二弱 第四 今天的低点 如果破了昨天的低点 这个是最弱的 这样各位听清楚吗 好 我们分这四种 很简单的研判法则来看 看大盘 看个股 强弱势反弹 好 那我们就来看 台股今天的日K线 好 跟昨天比起来 昨天这一根长黑的中价在哪里 13660 13660 今天台股开13550 高13651 就是没有过昨天的中价 差了9点 没过就是没过 那更不要说 昨天的高 是没有收复的 那反倒今天 破了低 好 那整体来说呢 均线全部都在盖头 目前也还没有站上 五日均线 好 所以 我其实并不愿意这样讲 但是呢 大盘的K线图不是我画的 不是我希望它长怎么样 我画给各位看 它就长这样 那按照刚刚所讲的 强弱势反弹的 四个研判法则 其实大盘今天是属于哪一种 高点没过高 也没过中价 低一点 创了新低 是坠落的情况 所以 我们认为 当然 在这里多方已经有一些抵抗力道 所以就如同刚才魏洋老师所讲的 这个地方不至于说 再恐慌的大杀一次 然后呢 还要再大跌一段 我觉得不至于 低一点相对就是在这个附近 可是 台股的 反攻力道 看起来真的有点 有气无力 没有企图心 那当然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啦 但是我就要告诉各位 个股是要靠自己来拯救的 你必须面对它 不能说眼睛蒙起来 骗自己说 我觉得它一定会大涨 我觉得它不会再破低了 不能这样想 好 我们来看一下呢 1736 乔三 那我们呢 持股已经先获利出新一趟 其实这一段时间以来 乔三的表现 真的很抗跌 跟整个大盘比起来 跟盘面多数的股票比起来 它真的很抗跌 那昨天它还创波段新高之后 才击杀 压回 那今天早盘呢 它也尝试呢 再往上 去做一个攻击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乔三其实 上档的压力 已经慢慢的加重了 所以冲高之后呢 用一个更陡的角度 直线下杀回撤平盘 这就告诉各位 乔三至少在短线上面 它需要整理 当然我们看好的理由 基本面都没有变 9月营收 第四季的单季获利的强力反弹 这个都没有变 好 所以呢 该怎么操作 既然短线整理 先把档 获利入带一趟 资金收回 有押回 再找买点 好 那另外呢 讲到半导体的IC检测服务 3587宏康 宏康呢 目前我们持股 也已经呢 获利出清一趟 收回资金 但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一样我们简单做 今天跟昨天K棒的比较 昨天也被盘势影响 下跌来到近期低点 不过其实宏康跟整个盘势比较起来 它仍然是少数多头排列的公司 趋势还是往上 那今天的K棒 高也有过昨高 甚至呢 可以说 跳空开高 它的开盘点 就已经呢 接近昨天的 开盘的位置了 所以很快就收复昨天的高点 高有过高 只是呢 今天宏康 也是上档有压 因为毕竟呢 现在的盘势 还没有真正的走稳 所以一定会有很多 不管是当充客 赚到了想跑 或者是呢 前一波追高的人 今天呢 少赔 就是赶快跑 停损 那这个其实都会造成 它流上引线 不过在这边来看 拉回仍然是可以 列入呢 我们优先买回的名单当中 因为毕竟它今天高 有过高 再来我们看一下 2607 荣运 荣运呢 这波拉回 回撤 关键K棒有手 这是它的一个 关键长红棒 攻击发起的位置 当天还拉到涨停板 那回撤之后守住 好 那上涨的角度 跟下跌角度比起来 目前呢 下跌相对是比较平缓 只是呢 几次的一个攻击上面 也都遭遇到空方的抵抗 所以呢 都留了上引线 包含今天在内 像今天这一根上引线 主要就是因为遇到 这一根 长黑的抵抗 也就是周一出现的 这一根黑K 因为这里呢 会有解套的压力 不过呢 今天稍微带大家看一下 荣运的筹码面 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我们发现呢 荣运的外资持股 大幅减少了 8888张 那一般投资朋友 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筹码讯号 你一定是负面解读嘛 外资大卖了 外资大卖 那可是呢 同样上个星期 千张大户的持股 是增加了7000张 那这两个筹码怎么看 我教各位 你不要以为说 外资卖8000张 那千张大户 多了7000张 那还是外资赢啊 那筹码还是比较负面哦 不对哦 要告诉各位 外资总持股是9万多张 也就是说 外资算不算 千张大户之一 是哦 外资也是千张大户之一哦 所以外资卖了 8800多张 而整体包含外资 在内的千张大户 还增加了7000张 那也就是说 扣除掉外资之后 其他的千张大户 买了至少1.5万张 这样逻辑 大家有没有听懂 至少买了1.5万张 外资卖 能够出手这样大买的 千张大户 你觉得会不会是公司牌 这个大家思考看看 那不论是谁 至少千张大户 是出手的 那再来生技股的部分 宝瑞也好 美食也好 其实快速让大家看一下 最主要是你会发现到 他们都还是非常抗跌 至少没有像呢 一再提醒大家要小心 6550的北极星药业 今天又下沙破滴了 当然它跌到这里 我不会去看坏它 可是我要提醒各位 生技股走势真的是非常分歧 你一定要投资 你能够掌握住 基本面的生技股 盘面在这里 显得呢 多头有一点的有气无力 要小心转弱翻空的股票 那当然 手中有资金 超跌过后 我们也要积极的思考 跟积极的行动 把握超跌挫杀的股票 各位朋友 欢迎你了 跟魏阳老师 进一步的交流互动 有任何问题 加入我们的line 直接私讯讨论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 哪些个股呢 今天的表现 算是差强人意 反弹走势不如预期 首先呢 还是先来看一下 货柜航运 2615万海 那万海今天呢 股价 又持续的往下探低 那到目前为止来说 其实万海的走势 大家一定要去思考 不是说它跌了多少 它从哪里跌下来 而是你要去思考的是 明年这个产业 它的获利会剩下多少 到了后年 如果获利还进一步减少 那这个大趋势 大方向一旦确立 各位想想 当初的货柜三雄 在疫情之前 股价从哪里涨上来的 其实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不是要恐吓各位 但是 我们知道 真的 2020年 2021年 所爆发的这一场新冠疫情 改变了这个世界很多事情 货柜航运这个产业 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样的运价 跟这样的一个获利爆发状况 但是它不是一个恒常性 有持续性的产业状态 那当然以前货柜 本来也就会有一些多空循环 多空循环 可是当 这个世界 慢慢要回归到 疫情之前的常态 逐步逐步回到 2019 2018 2017年的常态的时候 你要想想 万海的获利会剩下多少 那万海的股价又会剩下多少 所以你千万不要想说 老师 万海从350跌到60几 你还要说它不好 那我看这里应该是买点吧 都跌那么深了 各位要 撇除股价跌幅多重的问题 回归到产业 接下来的趋势方向来思考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 关于解封这件事情 我也是 铁口直言 我就跟各位讲 航空业 它也必须要回归到 疫情前的常态 纵使台面上 也许十个媒体 有一半以上 都在说 解封啊 大家期待 航空呢 高飞 因为呢 大家要出国了 十个专家 可能有五个也是这样讲 但是我们光从 今年第二季的财报当中 我们已经看到一个 非常紧张的警讯了 长龙航 华航的毛利 EPS 大幅度 跳水 其中关键 货运的部分 跟刚刚 讲 海运一样 这个需求 就是开始减缓了 所以 回到疫情前的常态 货运需求 没那么强 但是客运呢 以前就算大家都 动不动都在出国 请问有哪一年 长龙航 华航 获利很高的 EPS 有没有两块 有没有一块半 我怕它很难 所以大家知道 回到那个常态 客运需求增加的时候 这根本不是什么利多啊 这两年航空股的爆发 完全是靠货运市场 捡到枪啊 赚到商机 不能期待 客运能够带来多大的商机啊 况且 现在的燃油成本 比疫情前 还高了快50% 所以长龙航 华航 短线 跌多 会有反弹 不过呢 这边反弹 也可以看得出来 格局都不强 那代表其实 破底的危机 你如果站在 中长期角度来看 可能也没有 真正的化解 那 威胜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公司 我们再提醒 现在大家呢 会更重视 基本面 所谓涨时重视 跌时重植 威胜上班年 还在亏钱 不论有多少 想象的题材 这边 上升的趋势 已经正式改变了 目前反而转为 跌势 那另外呢 像联雅 本益笔高达87倍 借券卖出的空单 一路在增加当中 颈线灌破之后 上档套牢区 压力十分的沉重 那要小心 如果投信开始停损的话 会有进一步的卖压 毕竟目前投信 还持有超过4000张 所有投信 工业电脑的股票 旺季之后 即将要开始 转入相对的淡季 那最近其实工业电脑股票 很多都在补跌 那814正华电 相对撑比较久 不过目前呢 颈线也已经正式跌破 空单在最近也开始增加了 那关于这一点 我可以进一步再补充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还有点时间 各位看一下 我刚才讲到工业电脑补跌 这是利端 这是广基 这是红宝 最早开始跌 所以我说呢 震华电相对它是撑比较久 不过呢 在同一个产业族群里面 不是只有一档转落 两档三档四档都在转落的时候 这就告诉各位 你要提高警觉 那哪怕每天只有进步一点点 一年之后时间拉长 你还是会看到显著的成效 但是如果每天不小心都退步一点点 一年之后 你会远远的向后退一大步 因此告诉各位 想要改变 想要把握机会 想要避开风险 都从今天开始的那一小步开始 欢迎各位加入文老师的line 告诉我 你对台股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祝大家操作顺心 我们明天见 投资风险